Uber利用大数据作游说,资料图片,大家都知道大数据分析对经济的好处。 以共享经济为例,Uber等共乘交通网络公司的供求大数据,有助于他们作即时定价,评分的大数据亦可解决市场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。 结果是大家等车的时间缩短了,多人共乘亦可以令私家车的需求和流量减少。 间接解决交通制塞的问题 再以金融大数据为例,讯贷公司如蚂蚁集团等利用讯贷记录的大数据,可以分析不同类人士的借贷风险,即使只是小额借贷,只要市场够大。 可以把市场的借贷利率达低,造成双赢的局面。 然而,双赢不一定是多赢。 Uber对传统的市利益带来的冲击大家都已熟能长,而蚂蚁在内地抢了谁的生意,大家亦心知肚明。 这也许就视红彼得口中创新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,Creative Destruction,吧。 这些初创企业要有一定的政治能量去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撓。 就以Uber等共乘交通网络公司为例,上星期的美国大选日,除了总统选举之之外,在加州通过的第22条议案,亦会对共享经济有重大影响。 这议案要公投的市,是否将Uber等共乘交通网络公司的司机,在法律上视为外判工,Independent Contractor。 如果议案不获通过,这意味Uber和司机在法律上会有雇用关系,前者因此要为后者提供最低收入、医疗以及保险等保障。 Uber等共乘交通网络公司的成本将会大增,该议案作为先例甚至可能影响其他共享经济日后的发展。 在这次议案通过之前,Uber等共乘交通网络公司已经尝试从法律途径挑战该议题,可视当地每一层法院都判其败诉。 这次的第22条议案可算是他们一战定生死的最后杀手简? 为了稳粗证券,Uber等公司花了约2亿美元向全州居民进行游说,在街上挂环颜当然少不了,很多人更每日收到几次夺命追寻call。 Uber大数巨女的乘客和司机更不断收到信息,希望他们能够投下神聖一票。 根据赌盘,选前Uber获胜的机会一直领先,结果他们亦以近六成的选票获胜,他们及其他共享经济的独角兽可说是松了一口气。 Uber的股价亦在大选亦日大升接近15%。 由这次选战可见,这些科技初创企业除了可利用金钱外,亦可利用其大数据来增加其政治资本去达到其目的。 当然,各处乡村各处例,这些利用大数据累积政治资本的能力,在不同的民主制度下亦会有所不同。 免费早餐梁天卓救民。 免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